新春园林落地乘客的玩家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个无敌点位 用一把狙击枪也能拿下新春园林 先来做个调查有多少人已经在新春园林落地乘客超过三次 超过三次扣1也没有超过的扣6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位置可以说非常无敌 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效果 目前的话我就拿了一把狙击枪 但是现在全场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不是开房间也不是请演员 而是实战效果就是如此 那么是什么位置这么无敌 现在就分享给大家 开伞落地我们直接选择跳伞新春园林的龙门上面 然后直接来到井里房打开宝箱获得一把武器 可以看到我这把掉落的是一把M200狙击枪和6倍镜 然后我们再开启井里等待大门关闭 最后获得一个指缘飞行器 之后我们再重新回到新春园林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掌握飞行器的位置和高度 把飞行器开到龙门上面 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点击下车 就可以来到新春园林的最高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在上面视角非常好 好不夸张的说可以打到整个新春园林区域内的所有敌人 然后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实战效果 只用一把狙击枪 就在上面淘汰亲民玩家 我们可以打开地图观看左上角实施人数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成功拿下新春园林 是不是感觉非常无敌 最后获得一举夺魁 称号一定要记得在龙门下面打开宝箱 在里面会刷新大量高级物资 学会之后一定要爱特自己小伙伴一起去上风